有多少记在位置表上 有几个十几个一 注意到位置表有十位还有个位 第一个有四个十 一有几个 书看有七个一 所以四个十和七个一要怎么记呢 七个一要记在哪一个位置 第一个要记在个位 把七写在个位 那四个十要记在哪一个位置 要记在十位 那我们把四个十是不是四十写在十位 对不对不对 注意到一个位置只能记一个数字 所以十位的时候不可以写四十 要写四 十位的四就代表四十 所以这样子做才对 接着我们再看要该怎么写 四个十七个一四多少 是不是就念四十七 有多少记在位置表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十和几个一 左边有四个十 右边有十六个一 一代表各位十代表十位 所以四个十和十六个一我们要怎么去记 十六个一要记在哪一个位置 十六个一要先记在个位那怎么办 因为他在个位错不对 记住一个位置只能记一个数字 所以十六不可以这样子写 所以十六不可以这样子写 该怎么记呢 十六个一可以换成几个十和几个一 十个一要换成一个十 所以把十六的有十个换成一个十和六个一 这样就可以很好做了 来我们看一下六个一是不是要把它写在个位 所以六个一要记在哪一个位置呢 把它记在个位 那多出来的十要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看 多出来的十要怎么办呢 现在一共有几个十 把多出来的十挪过来挪到十位 是不是就变成有五个十 五个十是不是就可以记在十位的位置上 十位的位置就可以写五 五个十六个一一共是五十六